这台小主机做到了13代LUC 都没做到的全功能Type-C一线通 使用我的显示器Type-C接口直连它 可以净用一根线缆就输出显示信号和收电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Intel i5-1334U CPU的 Foreal DRE-C06商业小主机 波瑞尔这个新进迷离主机的品牌 这几个月倒是经常见到 据说这个品牌是与Intel紧密合作的OEM合作伙伴 这台黑色钢壳小主机 其实不是为消费市场打造的 而是聚焦于商业领域 比如显示屏、广告牌、清办公等等 但是万物皆可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商业小主机的具体表现 大家觉得商用小主机会更关注产品的哪一方面呢? Foreal BRE-C06装置i5-1334U低压移动CPU 10核12线程 类置80EU的Intel Iris X1核显 双通道DDR4 3200M内存 M.2 P3E 4.0X4的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交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Type-C线缆 HDMI短线缆 可用于较大显示器的背架和螺丝 还有四个脚垫 说明书 这块PD小电源最大输出 20V 3.25A 65W功率 这方形小盒子使用钢壳打造 外形其实还不错 机身接口 前面板只有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耳机接口 双USB 3.2晶2A口 千兆网络接口 双USB 3.2晶1A口 DP 1.4接口 HDMI 2.0接口 全功能Type-C接口 PD电源接口 双侧和底部都有通风口 卸下四颗螺丝 用撬片轻轻撬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双DDR4 3200Hz内存插槽 一组M.2 PCIe 4.0X4的插槽 这是板载的WiFi6无线网卡 我们给它装上双8G共46G的内存 再装上一条爱国者7000Z的2T的SSD BIOS里我们能看到 内存式16G的DDR4 3200Hz 预制的PL1是15W PL2设置的是30W 好像很低啊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运行在13.7W 整机功耗30W左右 CPU有效频率稳定在1.8GHz 不高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11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3.7W 时温23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75度 SSD温度最高47度 这散热还是不错的 我们也用CPU-Z来观察 多线程和单线程的性能释放 发现多线程性能释放 13.7W左右 单线程性能释放竟然是接近了20W CPU-Z多线程2336.7 单线程647.3 这颗13代CPU的多线程性能发挥 还没达到N305的水平 和我们测试过的N300差不多 不过单线程性能却还是不错的 Gagbench 5多核4631 单核1666 多核成绩依然和N300一样 不如N305 单核成绩很好 Gagbench 6多核5214 单核2317 多核成绩超过了大部分的N305 稍稍低于最好的N305 单核依然领先 City Benchia 223多核4945 单核1582 多核还是不如最好的N305 单核强 City Benchia 2024 多核321 单核96 多核性能不如部分N305 单核强 Pasmag多线程10845 单线程3671 多线程成绩不如N305 从以上的跑分数据看 单核性能不错 符合13代DRU的性能标准 但多核成绩连15W的多核性能释放都没到 真不高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685771 CPU得分232627 我们给i51334U运行OpenW测试 AES755291 XX20 415427 Coremark 184658 在Coremark成绩上 还是接近N300 低于N305 我们来玩游戏 原神1080P低画质 跑起来40多帧 核显没有跑到标称的1.25GHz频率 可能原因是功耗发挥 只有15W 英雄联盟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这就是80EU的Iris X1核显 在15W功耗900MHz频率下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输出 HDMI 2.0接口最高能输出 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全功能Type-C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8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的Type-C和DP接口可以输出 4K1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接口 能输出4K60Hz 8位RGB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51334U 80EU的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结本地 8K60Hz AVE视频 YouTube 8K60Hz AVE视频 流畅播放 PCIe 4.0X4 SSD测试 7000Mbps 这是满血的PCIe 4.0X4的速度 WiFi测试 这次是Intel X101 WiFi 6无线网卡 跑到了440M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较差的无线性能 BRE-BRE-C06小主机 装置i51334U低压移动CPU 出厂43.7W功耗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7W 待机最高功耗才44.8W 按这个结果 最大输出65W的PD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3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1度 SSD待机温度45度 CPU测试满载的噪声 46分贝 射回在耳边39分贝 BRE-BRE-C06小主机 装置i51334U低压移动CPU 出厂13.7W的功耗释放 多核性能真不行 单核性能还可以 满血PCIe 4.0X4的接口 三个不同的显示接口 特别是全功能Type-C接口 能做到少有的一根电缆连接显示器 输出信号 受电一线通 实在是很方便 缺点吗 自然是性能发挥 单核功耗释放 比多核功耗释放还高 看来初始设定 就是为了运行在特殊环境里 强调单核性能 压低多核性能 增强散热和精英 总结一下 不到14W的多核性能释放 多核性能不如N305 20W的单核性能释放 真还不错 散热和精英都优秀 接口兼容性 主要是全功能Type-C接口不错 如果厂商能放出一份 非商业使用的BIOS文件 那就太好 让我们也能折腾一下它 毕竟i5-1334U的底子 还是不错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